科幻新片《明日之战》发布最新官方预告 改片导演是曾经指导过DC电影业役的克里斯·麦凯 主演是凭借饰演银河部卫队中的新爵走红的克里斯·帕拉特 还有《爆裂鼓手》中饰演魔鬼导师的J.K.西蒙斯 电影讲述时间旅行者2051年来到现今的地球 警告全人类在未来的全球战争中 他们将输给一个致命的外星物种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 全球必须从现在开始招募士兵和平民 将他们送到未来加入这场战争之中 在这些被招募的人中有一位高中老师丹斯·斯特 他决心为他心爱的小女儿拯救世界 他与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自己寿愿已久的父亲共同联手 拼命地改写地球的命运 漫威迷戏称雷神成功再就业孤胆特工 联姻再就业未来战事失败了 压力终于来到了星爵这边 杀掉星爵这次老元素了 标区正人巴紧保护地球了 影片拍摄之初就不被观众看好 甚至有人嘲讽剧情像高防版迷雾边缘 《明人之战》能否逆天改命 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呢